把清洗好当季现彩的绿竹笋 切块后倒入滚水中 再加入鸡肉鸡脚一起烹煮 准备熬煮出清甜的竹笋汤 这些竹笋都是来自大自然的礼物 位在七谷区的泰安地区 有着天然的风景和宁静的田野风光 基同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服务地方相亲的行程中 造访一对年轻时从事建材业 已经交棒退休 在泰安地区利用家族土地 享受田园跟做健康的夫妻 现在你想要来进这顺 动作运动 运动啊 对啊 身体比较好 我说你找到什么乐趣吗 现在乐趣就正在 你找到正在那儿 如果我们就在那儿 没有多减 多减 我都在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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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心情会比较好 比较不安 对啊 身体也比较好 除了参观夫妻两个人 打造种瓜种菜的幸福农场之外 杨秀玉也实地体验 跟做劳动的乐趣 帮忙采集夫妻两人自行种植 没有喷洒农药的地瓜叶 有土司有财 这都没有农药 大自然取之不尽 这都没有农药 这个都没有农药的 杨秀玉大推七堵 泰安地区的好山好水 有田野风光 泰安瀑布和江子聊山 欢迎不管有没有退休的民众 都可以来这里走走看看 吸收芬多金享受田园之乐 秀玉今天忙你拖钱 来到我们泰安的市民农场 那我阿姨都在这边种菜 享受田园之乐 人都是需要索压的 找出自己的兴趣 所以你觉得这个七堵好山好水 可以尝到吗 其实七堵真的很不错 我希望说这个乡亲 多到七堵来走一走 七堵其实有很多的美好 包括我们的泰安瀑布 我们的市民农场 还有我们的江子聊山 包括我们七堵有名的美食小街 还有我们最有名的传统市场 就是南新市场 真的太多太多选择了 所以欢迎乡亲有空的话 常到七堵来 最好是搬到七堵来住 我们七堵的社会住宅也 大概在两三年后就会好了 而且我们这里就要交通非常地便捷 劳动后杨秀玉也品尝熬煮过后 清甜的竹笋汤 以及现彩汆烫的细嫩地瓜叶 对于这两种三爷美味都赞不绝口 有一种只原生在此山中的原始快乐 记者 郡松 基隆报导 收藏换来 收藏换来